7比19了 这个发接发很关键 自己出现失误 18 19 这个球本身已经有点出界的嫌疑了 踩到地上 像刚刚这个凯洛格在后场杀球的时候呢 张艺文完全可以不用去反击 很耐心我再丢给你 还有机会 19比20 比赛咬得很紧 打得很激烈 这个发接发很关键 看看能不能变化一下 这次有机会 可以 在上 我再告诉你 二是一比十九 什么的失误了 二是一比十九 什么的西东博大文 失诃了第一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位选手 两队选手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英国的这一对克拉克和凯洛格 是二十一比十九取胜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感觉这个谢中博和扎洛文 不是太适应对方的这个球路 对 尤其是凯洛格的往前 动作简单 明快 第二局在战术上好像调整了一下 重点的是打这个克洛格 凯洛格 而且要把它调到后场来 对 嗯 要把它的位置打动 应该是弹 弹高球就好 三个手法 2-0 2-0 1-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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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 4-0 3-0 3-0 3-0 4-0 三亚文的防守还是相当的 相当不错 这个在这个后场发力当中 特拉克的这个后场球批杀的效果 本来一直都还不错 但可是连续的几拍以后 是不是他的位置感方面的原因 常常出现这种不应该 作为国家队队员不应该出现的事物 因为现在这一个球 是一直连续在追着他打 然后到后面感觉他的连贯 已经有点脱节了 个人的动作已经变形了 他这个情况在第一局里边 也出现过两次 但是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精彩 运动员们也借机会到处休息一下喝点水 中国队3比2领先 包括刚刚张亚文的发球 也是有意把凯洛格调到后场去 来了 呼机 很好 现在找到了一点方法 从这一局开始之后呢 这个战术打法调整了一下 压这个凯洛格 能把他挤到后场 把打开之后 然后再发力 这个效果好像不错 到这几分一直都 他都没有机会去打那个往前的球 尤其是他的反手区 就避免他最强的 他可能其他方面他就觉得很别扭 发球失误送了一分 注意边线 第一拍的防守没有到位 相对欧洲的男选手来说 像我们国家的混双的男选手 中半场的这个球的处理 娴熟度还不够 手上的感觉 发力的多 但是要控制往前 中半场这个处理还是 失误力很高 这个跟咱们 包括这个男双啊 这个男单啊 你像我们网球小球的处理 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队员相比呢 是不如对手 这个是不是也有这种 传统性的这种关系呢 对可能跟一些训练的方法 训练重视的一些方向 不大用 我们的体能 技战术 就是这种的大方向呢 都是 非常好 对 认得很多 但是在这种小的细节的处理上 可能有的时候粗了 对 按照每天的时间练下来 已经是没有再多的力量和精力 去磨这些小技术 可以 所以说 靠能力呢 更多一点吧 靠 一些习惯性的球路 这样子 注意突击 不要放在手上的 弹网 弹后场很好 再弹 拿直线 给他两边移动 但相对于国外的选手 他们的运动量时间 他们是远远不够我们的 他们是 有伤病呢 或者是 感觉不够好的时候 他们都处于一种休息状态 然后就磨很多的小技术 我想这也是 有一对的意思 你说的这种现象呢 可能不单单是 在羽毛球 在国内的很多的体育项目里边 这种大运动量的训练 现在也正在探讨 就是我们这种大运动量的训练 实际上往往有的时候呢 一个呢 是造成运动员的这种伤病 肌肉长期的处于紧张 更容易出现伤病